严格林 扶桑 第三章 扶桑从门缝里接过一壶新烧的茶 还有一盘染成血色的西瓜籽 这是规矩 酒很少有 酒之后尝试殴打 行凶 然后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女人 一张桌上盖着桌布 西侧两把竹椅上面有袖枕 破绽的脚上露出灰色棉絮 对面是个竹床 上面悬一顶粉红杖子 折皱的地方不再粉红 被焚香的烟熏成灰黄色 墙也漆成粉红色 也给烟熏的不鲜了 克里斯藏不住他眼里的好奇 十二岁男童那带有侵略性的好奇 扶桑在侦查 从从的水声让这男童把目光调转过来 落到他身上 扶桑侦查时头偏着 耳坠有了痒痛似的躲闪 陡颤 他转脸对克里斯笑 查就这样针到了中子外面 银灰的烟把他变得忧远 扶桑自己坐下来 提一下裙子 两只红色溜尖的小脚一只架在 另一只上 克里斯的眼睛马上跟到那两只 若有若无的脚上 一切关于这只脚的谣传都在他眼前被证实了 真的有如此残腿而俏丽的东西 他坐下来 惊魂未定的端起茶中 舌头给茶的苦涩扎了一下 他眼睛就那样看着他 扶桑又问他是否过夜 一边拧开衬衣的领口盘扭 克里斯说不过夜 他看那半就愁衬衣给先一脚方口 露出一块肌肤 他从没见过这样柔细温暖的肌肤 他的手还在往下截扭扣 却忽然不动了 看着他挨了茶烫 一抽舌头 他伸手拿过他手里的中子 呼呼地朝茶上吹气 克里斯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动作 他搓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 使他脸上出现了母牛式的温厚 他每次一口气 半透明的绸衣就变动一回光影 这样的光色大大夸张了里面肉体的形状和动作 他看呆了 他这时勾下梗子 倾斜了茶中 用嘴唇轻沾一下茶面 然后他一手试着沾温的嘴唇 一手将中子递回 他微微一笑 克里斯再次确定 他从未见过这样一系列女性动作 他不懂这些动作何处藏有诱惑 如此新鲜 异样的诱惑 扶桑等了一刻 有些懂他心思了 他走过去捡一茶 尚未烧出花来的蜡烛心 然后他不走回原先的位置 却走到这男童面前 他不把他当一个十二岁男童那样对他笑 或说十二岁一个男童也值他这一笑 这样心识实地等待 克里斯不动 他在离他半尺的对面 行了他这么大的方便 他却不动 他感到他的手伸过来 停在他肩上 他感到他的两团圆熟的奶乔首以待 他却不能动 扶桑只好把他学来的最淫荡的字句对他说了 他的嘴唇努力的搅扭 不时露出舌尖 每个阴都吐得一本正经 时心时意 克里斯觉得这些字句 一下子失去了自古至今的含义 那嘴唇是被一颗最蒙昧的心灵所启合 因此所有的阴结成了全心 全然陌生的东西成了一种人类语言之前的表白 于是他的迷人程度是人所不料的 他的手指捏弄着他的耳垂 像所有忧嫩的呸牙那样 这耳垂也是毛茸茸的 令人心悸的柔软 他其实并不比他高许多 那成熟的气息使他显得高大 在他抱住他时 他的嘴唇不吃力就够着了他的脸 之后他微笑着抽开身 走到梳妆台前拆下耳垂 手镯 项圈 发簪 每一样廉价的饰品都在克里斯眼里 呈出古典的繁琐 都呈出东方的晦涩 黑发终于一泻而下 黑得如同原始一样难以看透 扶桑坐在竹床上 用手扫平他身边的入点 克里斯突然明白竹床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角色 整个屋糟糟的楼亭都是这竹床如动 摇曳的声响 他看清了扶桑的脚 两只红鞋被剥落 然后是半透明的浅红袜子 袜子有两处细小的破洞 扶桑把脚徐缓搁在床檐上 这哪里是人类的族 克里斯想 他走近他们 这是一种在退化和进化之间的肢体 这是种似是而非的肢体 他不知不觉跪在床边 手伸去触碰他们 他们看去更像是鱼类的尾部 最敏感 最易受伤的生命根梢 这哪里是脚 他手指轻急 恐怕它们会融化殆尽 扶桑已将头发理好 一身就绪的看着他 他这当口忽然一笑 一个男童自认为叹得谜底的笑 门口阿妈喊 先生 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过夜 你什么都想到了 拉丽 拨腿 独眼 你朝滋滋叫的门转脸时还是愣正了 你没想到他会是个儿童 你咬住嘴 咬出了胭脂的一股锋利的甜味 12岁的小嫖客已进了门 你看出他装扮了自己 在胸前挂一根金链 衣袋插了快手帕 浅麻色的头发用了过多的头胶 使那老气横秋向后输去的发式向顶帽子 你在第一瞬间就认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一个儿童顶多12岁 连那种族间的差异都不能帮他丝毫 帮他蒙骗年龄 他浅蓝眼睛中的好奇几乎是残酷的 那样残酷的好奇心只属于这个年龄的男孩 还说不上他的样子 天下儿童都有这样轮廓不清的嘴唇 从笋乳到笋糖果 这些天性都留在嘴唇上 就是这副处于过渡期的嘴唇 无声地跃送一个个神话和历险故事 咀嚼和吞咽了这些故事 从而喂养了他那颗无边际的好奇心 当他这样看着你的时候 你就是他的神话 这窝学般的屋就是他神话中的遥远国度 你每一动作都是女神或女妖的摇身一遍 东方光这字眼就足以成为一切神秘的起源 起码在这个12岁的男孩心目里 最初的惊诧和不知所措过后 你装着看不出他的年龄 你一点也不偷懒地待他 你那样诚挚地笑 仿佛面前是个势均力敌的血性汉子 你不去想 他也是成百上千来唐人区技馆找便宜的小白鬼之一 让我来告诉这是怎样的奇观 2000多个百种男童向中国妓女求欢 其中最小的8岁 最大的14 史书上把这称为最奇特的社会现象 风化上的一次最猖獗的传染病 50%的男童对中国技馆有规律性造访 90%的男童嫖妓经济来源为效忠餐废和糖果花销 我看着你在珠光中的模样 我看不出丝毫价钱低廉的痕迹 一切记载都强调是中国妓女的低廉价钱将百种男孩吸引的 就像20世纪末声势浩大的唐人街仍以他的廉价餐馆 廉价杂货和瓜果吸引我这样一穷二白的最新移民 也吸引五周四海的游人 你现在一步步走向他 这个叫克里斯的12岁的小白鬼 你这样稳稳地走使你显得高大 使你成熟到了饱和 长长的一段冷落 你全身的期待 就像将之越灌越满的果实 这一刻你迎合着摘取你的手 你不管这手属于谁 克里斯也就是在这一刻迷失了 我告诉你 每个女人都有最美丽的刹那 一瞬间的怒放 要紧的是你这空前绝后的怒放被谁有幸看见 克里斯看见了 12岁的小嫖客惊讶得神志一阵迷失 他想做一番乐的心情已熄灭 对你这个价钱低廉的中国妖姐的涉猎热情转换成了轻木 如世上所有男童对成熟美丽女子的轻木 那古老陈府的轻木 你的卑贱 你民族和你本身被他的民族所公认的卑贱都不能使他勇敢起来了 他已完全不能像真正的12岁顽童那样肆无忌惮 他瞪着浅蓝的眼珠看你磕瓜子 看你替他斟茶 当你这样一下一下为他把茶吹凉时 他身心出现了一种战力的感动 你现在看他的眼睛 别再装着你看不出那蓝色中渐渐浮起的灵魂 这注定他和你之间不能再有痛快简单的男欢女爱 此后他常来看你 看你吹枭 绣鞋面 看你磕瓜子吃鱼头 他偶尔也开口 像你问中国的这样或那样 你只赞同或不赞同的笑笑 有时他拿出一粒漂亮的食卵或一只变色甲虫 郑重地放在你掌心里 他每次来都只单短短一阵 不超过十分钟 而每次离开他都微促起没对你说等着我 他那儿童的脸在这时会出现一点仇视的表情 这表情使他可笑且动人 你不知道这个男孩离开你之后的事 当然他得回到他们的人中的 他得穿越整个城市 你的时代这座城市还在孕育中 还是个奇形怪状的胚胎 他已经那么名声在外 以他来自世界各国的妓女 以他的枪战 行骗和豪赌 靠了码头的远洋轮总得绑架水手 因为原班的水手早已投奔金矿 逃金不走运的人一肚子邪火地逛在城里 每人都揣着假钱 针枪 人们往这里奔时太匆忙了 政治 法律 宗教都没来得及带来 只带来赤裸裸的人欲 你没有出门的自由 否则你会看见八岁到十四岁的嫖娼老手 叼着雪茄出入中国窑子 是的 克里斯得穿越一个城市的无耻和丑恶 才能回到家 那个暂时与你无关的家 你刚到这里一个月 还没有好好看一眼这座叫金山的城市 你不知这个城市怎样恶意看待来自遥远东方的舒长辫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 他们在一只止气船靠岸时就秀出人们身后的战乱和饥荒 他们嘀咕 这些逃难来的男女邪教徒 他们看着你们一望无际的人群 慢慢爬上海岸 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 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 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 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千宫中无声息的开始他们的吞没 就像我们这批人涌出机场闸口 引得人们突然像我们忧心忡忡的注目一样 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穿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回到我们双方的内心 我很难把这感觉向你讲清 你不知克里斯从七岁就会骑马 他的马此刻正经过一条沿海的路 不远有人在狂笑 一群人在狂笑 克里斯没在意 对这城里的一切疯癫失态很少有人在意 那群人中有个中国男人 惯常的矮小 眨着躲闪的小眼睛 嘴巴好奇而懵懂的露出前门尺 他挑一旦刚捉到的螃蟹 他是个以捉蟹为生的人 一群白人截住了他 他们将他的辫子吊在树枝上 悬起他整个人体 他不懂他们对他宣布的所有罪状 包括吃海里和陆地上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包括书辫子和挑担子 他一声不吭地给吊在那里 心想忍一忍就会过去 正是这一声不吭的人使他们开始往他身上下刀 割裂了他的舌头 耳朵 鼻子 正是他迷一样的温良与沉默使他们震怒 对于不可解的东西 他们失去了最后的理性 克里斯没看见这句吊在海风中零碎了的人体 他没有意识到不可解的东西引起的敌意与迷恋是相当强烈 对于你的迷恋使他无暇旁顾 这迷恋类类似符咒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男童 他太过分因而致命了 他梦想中的自己比他本身高大得多 持一把长剑 一个勇敢多情的奇侠 那昏暗牢笼中求着一位奇异的东方女子在等待他搭救 那女子以花枝染红指甲 以绫罗为肌肤 将血尽的西瓜子一粒粒填进嘴唇 用残缺的足尖走出疼痛和恶挪的步子 那又与罪恶和苦难中的女子在吹乌液的洞销 等着他去营救 这个男童满心忧郁 在他省时的梦中 一个半是黑色长发 半是金黄肉体的女子 就是你 克里斯没有意识到这城市对你们的敌意如同教肃在漫漫其末 你横沉在竹床上等待被享用的身体占满了他的心思 这就是你落尽他一生的形象 请别动 就躺那里 让我细看一下你用以款待天下的肉体